推著嬰兒車走在人行道上 沒多久停了下來 滑手機似乎在漢人聯絡 但卻越走越遠 最後上車離開 原以為失望了把嬰兒車給推走 但附近的人靠近一看 嚇壞了 當時明南傑市推著嬰兒車 是直接來到KTV的門口 就放在這個地方之後 就直接離開 而附近的人靠近一看 才發現裡頭 竟然有嬰兒 事發在20號深夜11點多 東區中校復星旁的KTV 發現的人立刻打110 警方到場之後 也馬上通知救護人員 把嬰兒送到醫院觀察 同時追查是誰把嬰兒丟在這裡 被遺棄的男嬰才一個多月大 幸好松一觀察之後 生命真相穩定 也沒有發燒或是身體不適 由爺爺奶奶帶回去照顧 而警方最後巡線找到 丟棄男嬰的24歲廖姓父親 他和警方說當時是要交給孩子的媽 但他仍在樓上唱歌 才會放在門口 被遺棄罪送辦 對於整個事發經過 KTV的員工不願意多做回應 但深夜在鬧區街頭 丟棄嬰兒社會局介入處理 當時家庭居住在外縣市 將轉請居住地全責單位 提供親子教育資源 本事如接獲類似兒少案件 皆會依據而衛福部所訂定的 社政機關兒童及少年案件 通報處理調查基礎 律服務作業程序來進行專業評估 孩子的父親住在三重是寵物業 和孩子的媽媽沒有結婚 警方上樓卻沒有找到人 要再通知母親到案 但不管什麼原因 把自己的孩子丟在路邊 都讓人無法接受 TVBS宣論是郭影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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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 通知公益